女儿与自己反目成仇 我快要死了 我不会死了呀 深情不悔 女子要与母亲断绝关系 但是我跟我妈 那是压根就脱离关系 情绪失控 母亲心中有何委屈 我情绪要死 情绪 几番波折 失火不容的亲家如何相处 让谁生死 杀鬼 百姓小姐 结仇的亲家正在为您讲述 画面中的这一幕发生在新密室来吉镇拱楼村的村委会 这位情绪异常激动的女士叫李玲 阻击开封起线 被李玲拽着头发撕扯的女子 则是李玲的大女儿圆圆 可是导致李玲情绪如此激动的起因 却不是圆圆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说起自己的四个孩子 李玲的语气中满是骄傲和怜惜 独立抚养大 四个孩子的李玲在孩子们的身上 倾注了太多的心血 然而李玲却告诉我们 现在她二女儿的婚事已经让她愁白了头发 我现在说我虽然是不愿意 但是不让婚女愿意 婚姻自由 我不能读乱 但是她得尊重我 她不是要叫我叫妈 她得叫我叫姻 她不能叫我叫瓜子 她能这样说的 我不能接受 三天回门来 把婚女空了手来了 我现在不好受 我来好传娘 你给我拿个唱走 你想看起我的老师 李玲告诉我们 二女儿的婆家人 一点都不尊重她 因为这一点 两家闹得非常僵 然而自己含辛茹苦 抚养大的二女儿 却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上 甚至不惜以死相逼 她那位女儿一臭 撞来了 撞出来 她撞在这边 不走这张 她撞在那边 她这是干啥的呀 你看撞 她为了 她为了撞 她为啥要撞起了 因为她喜欢这个男人 她不想跟她打过你家 也不要她 就是跟她在这个男人 死等喝了你都愿意 母女毕业 她俩瞅着半年结婚了 半年结婚的母让我知道 明天结婚 结果她叫我知道 那第二个亲的仪式 你参加了没有 没有 二女儿的种种行为 实在让李玲非常伤心 然而母女连心 李玲并不愿意 让两亲家之间的矛盾 影响小两口之间的感情 你想我们怎么帮你 和好 和好 跟女儿间的关系和好 对 我希望叫她俩 她好得过 我要母学得下话 拿脚踩上我倒下 也是希望他们家 能够尊重你 热合你这个母亲 对 在李玲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新密室 来吉镇 拱楼村的村委会 李玲的二女儿小峰 正和她的丈夫 在这里等待调解 小峰两口也承认 当初领结婚证 确实是背着母亲领的 领证是当时她不同意结婚 领证是我自己偷偷领的 因为确实不知道 对 我从09年认识我媳妇 我们俩感情很好 我从16岁开始 我俩就开始谈恋爱 初恋 一直到大学毕业 到我20多岁 到了该结婚的年龄 那我俩肯定在一块 我肯定不会找别人 小夫妻俩告诉我们 他们恋爱六年多 感情一直很好 母亲也并没有表示出反对的意思 之所以会闹到偷偷领证结婚的地步 其实问题出在彩礼上 我们呢也就是说 想今年结婚 但是她妈就说可以啊 她要求是 从一开始是6万6 后来是8万8 再后来是10万 那肯定不行 但是我们心意呢 8%90%的都是三岁年 两个人如果说我俩愿意 我俩过得好 我觉得父母应该是尊重的 但是他不愿意 他只要钱 我什么人如果说 我什么都不要 我都愿意跟着 就说咱们两个把证领 我以后就跟着你 但是领过证之后 啥都跟她说 他们还烦 那我们证领了 咱领了个证没有错 咱那个做法 可能觉得让她觉得心里面不舒服 也接受不了 小两口其实也意识到 当初的做法的确有些不妥 百姓条绝与希望今天 能化解他们和李女士之间的心结 然而一行人都上楼 还没有坐下来的时候 一声巨响 却打破了调解现场的瓶颈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李玲的情绪突然彻底失控了 百姓条绝人劝说她去包扎一下手上的伤口 她却固执的听不进去 冲进屋子里 又砸了村委会办公室的烟灰缸 由于李玲的情绪特别激动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一旁的小峰夫妻俩 拨打了110球渡电话 民警到达现场之后 李玲的情绪终于稍稍平静了下来 你可不能因为对老二有意见 把老大也扎进去 因为你刚才吓得手 这种老大的头部又转又弄了 他怀着任务了七八个月了 马上就生产了 他那时候问题怎么办 你都不心疼 你肯定会心疼办 这个领结婚证 不管是当时是怎么样子的 总而言之 没有跟妈妈说 把这个结婚证给偷偷了个领了 这个事是你们做的不够恰到 一会儿先给你妈妈 就这个事先道歉 错了咱认 不是咱的错了 咱也不认 行 好不好 可以 小峰夫妻俩心里也清楚 偷领结婚证的做法不对 所以两人手拉手 来到了李玲的面前 马上中年不关心大事 反正我前面就逢 我们来家去临行证 全是咱俩来不得 叫咱俩给你打个气 全是咱俩来不得 可然我要对你有意见 我会叫人家脚亡吗 你们姊妹几个成长的经历 确实挺坎坷的 他把你们拉扯的 那也不容易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做法 有点伤到母亲的心了 你是女儿 确认小棉袄了 这个事 我又说 他突然有好人的过错 你也有你的过错 你去拉个妈妈 跟妈妈好好说说 我工作人员也太忙了 我不是不配你 因为我按错了 看我回家做几次 我真的是不忙工作 你接受不接受 接受 虽然表示接受道歉 但是李玲的态度 仍然是非常激动 白警察举人希望 她也能够多理解理解 女儿女婿 六年多的深厚感情 他们做了 确实有些不是多恰当 但是他们为什么 这样去做 肯定是有原因的 那个时候并没有领证 说是要花样彩礼呢 你三口要了六万六 几天功夫 没有 六万六 没有 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俩 都不接受 就是吧 我想到我在明天 散风死有比较多 嗯 我自从咬一个果腾 咬一个名声 然后停 随后再给她都可以 但是你这个想法 她知道还是不知道 知道 我媳妇回家 跟我说了这样的句话 她母亲给她说了 这钱她就不会给我 不让你们再陪嫁过来 对对 李玲的说法 浩然和她的家人并不认可 他们说 两家当初闹僵 就是因为这个彩礼的问题 他们两个 自己做出 去领导政 领导政不来 给他们俩处理 我说我哥俩当初 提醒他们俩 其他领导政啊 就去找女房 压死 再算了这个结婚人事吧 当时 他要求这位大大 他要求这位网友 如果说 我老老老那边 会接着网友 其实很稍微 他们那儿去一个地方 请假党餐了去 但是行李根正宗 不是任何人 李玲玲子笑着 觉得就没当成整个 就没当成整个 没啥吧 李玲玲放到脖子上 你得去啊 当时就这样 我也不是想看你 李玲玲你拿不起 李玲这话一出 调解现场的气氛 马上紧张了起来 百姓条起源觉得 导致两家人 闹僵了的彩礼问题 可能只是一个误会 一方开导也让两亲家之间的情绪缓和了下来 浩然的父亲告诉我们 其实彩礼的问题 他和李玲最终也达成了共识 孩子的婚事也热热闹闹的办了 然而婚后 听见李玲和儿媳晓峰的关系 却越来越紧张了 这些孩子可以将孝顺他们 但是只要他们回去一说话 他把这种枪势 不是打你这么把 闲着昨天日子 把从梦里追一个人都吃了 你敢冲上闲着打还有本 是他走上的 我还查日后打出来的 你搞不懂 我还查日后打出来的 我还查日后打出来的 你先坐着 我别杀他了 你先坐着 尽管已经怀孕六七个月 可是圆圆的气势 却一点也不饶人 然而这边浩然的父亲 坚定的态度 也让表解人非常疑惑 孝峰身上的伤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蹊跷伤情 究竟如何引发 情绪激动 两亲家水火不容 几次离开 她的内心有何委屈 波兰再起 母亲指责女儿外遇 我是一个成员女人 我不愿意叫我的滚云 走到恶心道路 百姓小姐 结仇的亲家 正在为您讲述 在上节节目中 求助人李玲 因为女儿小峰 背着她领了 结婚证的事情 而求助我们 希望能解开 母女之间的心结 然而见到 女儿女婿之后 静家却指责李玲 太过强势 导致小峰受伤 那么小峰身上的伤 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你昨天撞墙 是怎么回事 撞墙 只要感谢我妈 她逼的 她前天是我生日 我带着我媳妇 去吃饭去了 正吃着饭的时候 她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她都先回去 回去我就找 我都见不到我媳妇 我找不到她 我怎么打电话 我说她在哪 然后那边电话就抢走了 对着我一顿乱骂 谁对着你骂的 她姐 我说你出来吧 她姐不让她出来 逼她 逼她没办法 就装墙了 尽管小峰的伤 与她的姐姐圆圆 有些关系 但是毕竟不是 圆圆动手打的 百姓调节员也希望 浩然的家人 不要对圆圆 有太多的误会 这个事可能真的冤枉 有点冤枉一下 当时那场面也比较乱 去年时日 她用她讲出去 然后她可能不让她出去 她的体力比较激动 她要撞墙 不然不然 我说你撞墙了 我说你撞了 撞了 你最必要是真意 她要她出去 你再往那 我也走过 你做啥的 跟我走过交友 我哭了嘴了 行了行了 你也找到两句 行不行 圆圆的情绪非常激动 考虑到她六七个月的身孕 百姓调节员也希望 她不要再如此动气 那么小枫嘴上的伤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然是 她以为我得要摇射头 她指甲把我扣墙里面 这么弄来完了 我把手插进去 是想自指你咬舌头 对 这说明什么 并不是说真要打你 公共也误会了 你这个事要说清楚 我为啥 这样误会 虽然确实对小枫的姐姐 有所误会 然而小枫却告诉我们 她之所以会撞墙 也是因为母亲和姐姐 一直无法接受自己 与浩然的婚姻 对自己婚后的生活 百般阻挠 小枫的说法 让调解员非常吃惊 小枫的婆家人 也都证实了小枫的说法 回我们罗家闹了三次 回家闹一次 回后闹两次 第二次来说过 请您那次大闹门 我要怪你 你傻回来 我也不需要我傻你 你不出来的 我先干了别的 别说话滚了 你不出来什么事 你咋滚了 你们都别去打火气好 咋滚了 坐下坐下 别说什么 你不好 来两次没有抓住他家 没有骂他一直 境界之间 一接上话 就吵得不可开交 根本无法心平气和的交流 而李玲的否认 也让小枫和他的国家人 都很恼怒 他到我们家吧 两天都接着 他不知道我们家吗 昨天到我们家 把他们结婚找都拿走了 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 我不是说刚结婚 我结婚两年了 去我们家搬我东西 砸我东西 拿我东西 啥意思 不让你们来过好 就像这样子 你昨天咋找到了 昨天他找到 在我国家 你让我送他 你这句话 你咋说 卡老子 还不来送他 给你不要连不来血 来走 你别让他走 我别让他 我去游家接了 我去游家 自己走着回来 从他家这 走着回来 我不要给你 你看看你说的什么话 了解几句谩骂之后 李玲起身 就离开了调解现场 一直走到村委会的大门口 调解员才将他拦了下来 别吵了 别闹了 难道你要真的 跟女儿断结关系 不要那个女儿了 那是她的错的话 她又没有跟你 赔礼道歉 那咱现在不是 正在说这个事吗 你一直这么 你一直举动 怎么说 卡老师 她的牙子 真的不要 你能不能 我嘴巴干净 你得好好地说 他先不让他再信 别再骂了 行不行 嘴里一直 骂骂咧咧的李玲 仍然坚持 要离开调解现场 然而 一旁村委会的工作人员 却提出 要李玲赔偿 她砸坏的那块玻璃 一听这话 李玲直接就躺在了地上 你看看 你也算这样子的 起来 我一二十多年 你别骂了 行不行 我不会死了 冷静冷静 好好地把那问题解决了 你闹了以后 还是这样过呀 然后站上来 我骂他了 我死了外地人 我敢专吗 敢不敢骂 我也不知道 但是按照今天这个情况 你折腾到现在 你骂了还少吗 干啥呀 我现在差点 他破子给他 鼓子给他弄死他 我也给他喝起 你妈现在 扭杀委屈都可以说 怎么样都行 别闹了 行不行大姐 我求你了 面对调解人 一再地劝导 李玲根本就听不进去 她已经决心 要与女儿小峰撕破脸皮 这是干啥的 这是谁的衣服呀 叫来来 谁的衣服 这是男士的衣服 会不会是你女婿的 我是她的不是 我当年不会买二鬼女人来 我是一个成败女人 我不愿意叫我的鬼女人去 走到我 真找路 你们是在那个谁呀 王峰的房间里面 找了这些男士的衣服 对 而且就是这个衣服 不是你谁呀 不是你浩然的 我要把曾好人挡成婉人 我就不会拿这衣服 我想曾好人 曾好人不理解 我反过来再 我认可 我死不爱上 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调解员十分意外 李玲说的话语 明显是在指责二女儿小峰 有了新的男朋友 可是小峰和后人的感情 却非常好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波兰在起 母亲指责女儿外遇 我是一个成败女人 我不愿意叫我的鬼女人去 走到我 我先找路 面对证据 小夫妻如何应对 我今天让你这绿帽子 带着让你 撞打你的眼睛 好好看看 坚决离开 有情人 却选择离婚 那你现在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是跟娃风离婚 波同电话 不被祝福的感情 如何安置 我跟你说 你这一辈子都已经够坎坷了 够可怜的 百姓条姐 劫仇的亲家 正在为您讲述 在上节节目中 李玲和大女儿圆圆 拿出来了一兜男士的衣服 告诉我们 这件男士衣服 不是女婿浩然的 但是却是在女儿小峰 租住的房间里发现的 他们怀疑 女儿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 那么面对这一切 浩然会是什么反应呢 他妈呢 就在我下面楼下入门室 见一个人说 他说我女婿叫什么名字 他媳妇在外边 怎么着怎么着 然后呢 他简单就说一句说 你媳妇在外边 怎么着 不要脸了 怎么着 到处就这样 我刚时候 我头也蒙了 你知道吗 我都问了是不是亲娘呀 如果真有技术 即便有这个事 作为母亲 他也不可能告诉我呀 他也会压着她呀 回家慢慢解决呀 对呀 这就可能在搭建那样 不处宣扬啊 他正想说是什么意思 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想 想让我知道 我媳妇在外边 我媳妇在外边 国内戴绿帽子 然后我跟她离婚了 对不对 面对岳母拿出来的 这一兜衣服 浩然很不以为然 他说他相信妻子的清白 那么这一兜衣服 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小风两口告诉我们 因为这些衣服 母亲已经跟她闹了很久了 就连上次撞墙的事情 也是由此而起 浩然相信小风的清白 而小风也当场拨通了 那名客户的电话 我那个想法 还就是客户 我在他公司中 有想过这些 就是这些 经常没有关系 仅仅是合作方的关系 朋友关系 也从来没有见过 不顾孩子面子和生活的家长 我很失望 你跟浩然说过 我跟你 没有什么 我在你面前 只是一个朋友 我想依靠你 从你们公司 赚到钱罢了 咱过来就是成为亲戚了 咱是一家人 成不了亲戚了 咱也不会坏 自己出现的民生 电话和以前的短信 都表明 小风与那名客户 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并没有越轨 然而这一切 李玲却根本就听不进去 她仍然执意认为 女儿确实是有了外遇 小风和浩然告诉我们 母亲之所以这样坚持 目的就是为了让小两口离婚 小两口告诉我们 为了拆散他们 母亲真是想了很多办法 一次一次的举动 也让母女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 然而面对女儿的指责 李玲却识口否认 没有 给了就没有给 谁把你叫我叫你叫妈 我没有说我一直想 他冤枉了妈 冤枉了妈 我干嘛不知道这个事 我有一个朋友 向南美沟通沟通 就叫你安美 她来找一个朋友 就这么多 其他没有避难的女的 那你当时有没有把她想法 跟你妹妹说清楚 没有 袁玲告诉我们 电话是她发给妹妹小风的 只是希望借助别人的力量 劝劝小风 回到他们母女的身边 然而袁玲却没有想到 她没有表达清楚的举动 反而把妹妹越推越远 可以进入外人过来 把在家里的事理一理 说清楚 对那家可能又有好处 你这个事你没有说清楚呀 也怪你呀 你呀 你让跟你妹妹说清楚了 她能误会是你妈妈所干的吗 六万两万十多年的行鞋 原本调解员还指望 袁玲能够劝劝她们的母亲 缓和与妹妹小风之间的关系 袁玲这番话不等于是火上浇油吗 你也劝妈妈说说妹子 在家里面起了一个 关键的一个作用 我说电话已经干嘛 死了太多太多了 我啥都甜妹子香 但是把妹子还远望我 袁玲你听我说 其实你大了个肚子也不容易 女人最辛苦的就是这段时间了 你只能劝妈妈 先平气和一点 把这事说好 把这事解决了 你也别情绪这么激动 好好的去边上休息就用去 去吧 让袁玲到一边休息之后 百姓调解人觉得 虽然李玲的有些做法比较过激 但是她毕竟也是小风的亲生母亲 调解人希望 恢复母女关系的第一步 先由小风主动迈出去 你姐姐说了 那个号码是你姐发给你的 她给你说这件事不用整容了 别误会妈妈做的事 可能妈妈也不知道 是姐姐发的 希望你母亲呢 她的这个也闹也闹了 也发给她发起来 她也能够经历好受一点吧 从此呢 愿意给你们好好做个两句的收养剂 就在调解人劝说 小风两口的时候 李玲又在一旁情绪激动的 又哭又骂 这样的情绪 也让小风两口有些犹豫 百姓调解人尽力劝解 希望李玲能够平静下来 我们过来去调解调解 你公公平静 你不活的 我一样两个年两个年到今年 没有钱 怕你也看见我 我跑开我入院 买个人别个人 是大口的鞋 买鞋 让你一个大桌子 我还要死了 我不会这样 第一 我知道我能够理解你 作为一个母亲 几天女儿 怕女儿嫁得不好 生活得不好 但是你的脾气也够冲动了 也够急躁的 这样又吵又闹了 反而丢了你的身价 丢了你的身份 丢了你的人 丢了你姑娘的人 明白吗 递不了你南方的人 调解人的一番话 李玲根本就听不进去 她告诉我们 她觉得头很晕 坚持要离开调解现场 我的情绪都很喜欢的 我只能都不远的 王光 你们俩过来 面对后人一再的追问 李玲一言不发 考虑到她的手 确实受得有伤 百姓调解员 也只能无奈的看着李玲 离开调解现场 再次坐下来之后 小峰告诉我们 母亲所说的卖血事件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从我认识我最上的前提 我妈除了给我交学费之外 我的生活 包括我的所有的照顾 都是她的 跟我妈没有任何关系 跟我妈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她抽血那个事 怎么回事吧 在23年前 我搭旧家有个闺女 需要写 然后我妈跟这个闺女的写定 正好是一样 她去上了单写 跟她这个我上学什么 都没有关系 是她自己编的 她每次闹事的时候 就把这个话都扯出来 越扯越真 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 李玲毕竟含辛茹苦的 将小峰抚养长大 百姓调解人也希望 小峰能够多体谅体谅 自己的母亲 不管她怎么样 看着你那个婚姻 但是有一点 我相信她既然生了你 养了你 还是挺在意你 也是希望你过得好一点 就比如说浩然说呢 要才6万6也好 8万也10万也好 无非就是想希望 可能你过得好一点 错了 我跟你说 我出嫁的时候 一个线都没有 她要不然提前 她两个月都知道我结婚 我所有的嫁妆是我婆婆给我买的 包括女方该准备的东西 都是我妈准备 你妈妈是跟我说 她说你结婚的 头一天才知道 你第二天要办一室 之前都不清楚 不是 之前的话找过她很多次 不然的话 怎么交换这个小字样 什么什么东西 咋交换呢 现在再说以前的种种闹剧 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可是李玲现在离开了调解现场 经历了这么多闹剧之后 这一对有情人的未来 究竟该怎么办呢 我媳妇跟了我六年 我们一家人已经把她当成 我家里的一份 我感觉这种感情 已经生活会清洗 所以我呢也不忍心放弃她 她一样在三间 这样闹着 一直在闹 我可以受得了 我是一个年轻人 对不对 你跟我说 我打掌 我父母好好 浩然满心无奈的告诉我们 岳母再三闹事的举动 已经给自己家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所以她现在不得不考虑 放弃她和小峰七八年的感情 来换回父母平静的生活 如果你俩的真的是不相爱了 不喜欢彼此 你们离了离了 我也不想 离了离了就无所谓 那如果说是你们 还是心里面有彼此 而且这么相爱 那就不能离 那你教教我怎么过 那你现在你的意思就是说 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是跟王丰离婚 我呢现在确实是有这种想法 我家家家家家过 没钱都 没钱都交回 咱们我打着她跑 她现在口呼声 或许是感受到了丈夫满心的无奈 一旁的小峰也决绝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跟他永久闻到哪 说句实在话 我没有资格说 他说我重新做 但是我跟我妈 那是压根就脱离关系 你跟你妈的关系也脱离不了呀 法律也不会认可 你就跟自己的妻子母亲脱离关系 我不是脱离这个关系 以后不会再跟她有任何来往 以后不会再管她 小峰的决定 实在是让调解人有些吃惊 然而李玲毕竟是小峰的亲生母亲 血脉亲情 怎么可以说断就断呢 调解人给小两口出了一个主意 她现在的个身体状况 我还可以 听我说 有你姐姐 还有他们先照顾着 你们两口该怎么过怎么过 先这样好好的过着 别说脱离不脱离关系 不远她 不近她 现在想联系了 偶尔打个电话 问个医院 你说不联系 不可能的 怎么会 你自己亲生母亲的 怎么能不联系呢 她越是希望你们离婚 那你们就越不能离 反而不能让她如愿 反而不能让她得逞 听了出来 浩然仍然是担心 李玲再到他们家来闹事 百姓调解人 当着他们的面 又拨通了李玲的电话 或许是在调解现场 发泄出来了自己的怒火 电话那头的李玲情绪 终于平静了下来 你身体怎么样呀 好点没 小梁还没有打仗 怎么一样呢 你听我说 在小梁口也不容易 现在毕竟 浩风的是你自己身上标起来的肉 是你自己的姑娘 他俩能够感情这么好 没有其他的情况 咱们做母亲的 应该祝福这俩小梁口 咱别过头的参与 别过头的管呢 行不行啊大姐 我想起你 我请你了 我答应你能做的 我永远不会给他带家娘了 我跟你说 你说的都不是 过个一年半载了 都冷静下来 再回头好好想这个事情 你们还是亲娘俩 还是亲母女 现在你们之间呢 就需要安静 我跟你说 你这一辈子都已经够坎坷了 够可怜的 刚安享晚眠累啊 过几天舒散日子吧 别再这样焦腾了啊 好好好 其实能够感觉得出来 李玲对于女儿小峰 也是满心的爱护 但是她没有注意方式方法 才会让母女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我们衷心的希望 李玲能够放手 让女儿小峰 自己去经营她的婚姻 让女儿收获 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哇 给予你